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美股转强了 今天台股的成交量也扩大了 看来是个好现象 成交量回来了 行情就会越来越好 印证了郑瑞宗老师在节目中说的 9月中你要把握时机 10月呢你会大赚 我帮老师来画一下重点 也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 就是郑老师提醒你的 9月买股 10月大赚 但是选股很重要 所以今天节目中就要跟你分享 我们可以优先来关注的好股票 把时间交给股市大人郑瑞宗老师 好的 那目前我们录音时间 中午12点53分 虽然说只涨大概50点 但是这个已经是今天最高的涨点 就表示就是说 行情是慢慢的越涨越多 越涨越多 那这个我预估啦 这个下礼拜的行情会比这个礼拜 大概更加的热闹更好 为什么这样讲 虽然说今天涨的并不多 但是一个重点是成交量持续的扩大 昨天的成交量是2834亿 大概创下了过去一个多礼拜的一个相对的大量 那再前一天量2530 再前一天2484 所以代表就是说成交量是持续的回升 而且今天预估量已经扩增到大概有3200亿 所以我其实我之前就说 没量 当然就不会动 滚不出来 没有量在滚 那些人气股全部都停在那边 指数空间就有限 那至少也要3000多亿 那说着说着有了嘛 今天有3000多亿了嘛 所以虽然说早上指数涨还并不多 但是我倒是对于航天后市是乐观的 因为量本来就是价格的先行指标嘛 你没有量 当然就没得谈 你有量的话 后面什么都好说 那结论就是像刚刚这个Amy说的嘛 9月买股票 10月大转 准备大转 而且你看台股 这个表现今天好像温温的涨 但是除了美股之外 日韩股市表现都很强势 今天的日经指数到目前我们录音的时候 涨了1.32% 然后指数最高来到33634点 他6月份的高点是33772 也就是说他只剩100出头一点点的这个价差就准备要创新高了 所以日本这波已经把跌幅通通收回来准备要挑战新高了 是这个非常的强势 然后跟我们更息息相关的像韩国 韩股 今天一样也是涨1.3% 是 那台股也只有0.34%而已嘛 所以我们涨的比较少很多啊 那韩股的部分离前面高点还有一点距离啦 7月底的高点是2668 那韩股今天的高的位置是2607 相对日本还有比较多的距离 但是也没有差多少 而且人家今天是连续两根的大红棒 直接跳过季线的反压 那再创这个短期的一个新高 而且今天不要说什么 人家涨1.3%就比台股多了嘛 那台股目前涨50点的话 涨幅我们看一下大概是0.27%而已 0.3%都不到 所以台股目前表现是相对落后啦 那我认为后面是有机会可以这个跟得上来啦 所以从国际的股市的走势来说 那我认为台股目前已经不用太过悲观了 最惨烈的修正大概就在8月底到9月初那段时间 最惨烈的修正 那现在应该已经跌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说嘛 过去的经验 统计9月份的行情 真的普遍都不好 因为9月份很奇怪 常常多灾多难 921的大地震 然后911的恐怖攻击 然后今年什么利比亚 今年很多天灾 淹水 我们嘉义好像也有大淹水 还停班课 也有大地震 所以9月份过去就是多灾多难的一个月 所以就是法人那些大户 9月份他们都会很自动自发的就保守起来 但是统计10月份行情又常常都很好 所以我就说嘛 那逻辑很简单 9月份不好 如果说你下去买 10月份就等着大家赚嘛 是 那只是说只差在于就是说 你9月份你是满手套牢 嗯 那当然你就是可能要调整 是 那等待解套 调到一个最强的状态 嗯 那如果说你是空手的 那9月份买 我认为是很OK的 是 因为打下来就是给你买的嘛 嗯 所以呢 就 呃 国际组是美股 日本 韩国 越来越强 嗯 那台股我认为下礼拜会比这礼拜来的更加的热络 所以其实昨天我就说那个转强的那个味道它已经出现 是 所以这个成交量也回来了 嗯 所以9月买股10月大赚的这个节奏看起来是没有改变 好 老师你先预告咯 所以大家要赶快动起来了 嗯 好 那在9月份我想有蛮多产业看起来都不错 嗯 那不再是只有AI独领风骚 是 那当然AI我认为还是很好 还是很强 因为9月份AI的拉货会真的开始很强 嗯 是开始大拉货的第一个月 第四季是很完整的一个季度 AI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嗯 那AI相关的PCB比如说台药 见顶 华东今天都大涨 对 而且其中见顶跟华东都创波段的新高 嗯 所以其实不是不会涨 只是大家开始轮流涨或者轮流在反弹 嗯 那龙头股比如说这个广达伟创技嘉华硕 因为现在他们的成交量都还是只有当初高点的不到比如说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嗯 所以受制于量缩 因为这些龙头股他比较需要量滚量 是 所以股价目前看起来还需要再酝酿一下因为股本比较大嘛 嗯 嗯 所以他需要比较大的动能来转动他的筹码跟股价 所以目前可能这个股价还要再酝酿一下 嗯 那股本最轻的像6669的维影 是 今天相对强就涨了大概接近3%左右 因为股本只有十几亿嘛 是 然后之前 呃维影是一来AI股都拉回 嗯 二来曾经 呃市场就传出美国可能要进 呃AI卖到中东 但是之前我就说 这不太可能 嗯 就新闻出来的隔一天 美国商务部 马上跳出来否认说 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情 他也不想得罪中东的什么沙特拉伯 那个大公国那些国家嘛 嗯 所以呢中东订单 没有任何的变化 嗯 后面陆续要出第四季就会 有一个完整出货的一季 嗯 所以呢 业绩因为AI的利空打下来 嗯 那AI曾经之后股价还没有上去 我认为不是不反应 因为八一分之后成长10%嘛 嗯 那后面反弹上去的话 涨回到大概1800多块 那个颈线的位置 我认为难度并不高 嗯 所以这个是在AI的呃 呃伺服器的部分 是 那机壳部分的股王 当然就是3693的 引邦这波最强 嗯 但这几天相对来说 就横盘上一点点下一点点 是 它就进入一个短线的整理的阶段 嗯 嗯 那就像我说 我们买在297嘛 对 那涨到最高642 还原全值648 赚了最多是118% 对 超过一倍 那我们大概在600块附近 有卖了一半 嗯 为什么这个位置 因为买大概300 卖600就赚一倍 对 所以赚一倍的情况之下 100万变200万 如果你卖一半 就把100万收回来 剩下一半就没有成本 对 成本就是零块钱 那限制阶段就是说 因为涨多 它在量缩的过程 你就让它整理没关系 是 那追也不用追 嗯 因为看起来还在整理 还没有发动 是 那有拉回再来 考虑再来买 嗯 先阶段就是说 先 呃 持股就续爆 是 但是因为8月份 我估计可以赚4块 嗯 9月跟第四季 有可能赚更多 是 所以第三季 可能就赚11、12 嗯 第四季 应该看起来 这个赚更多的态势 明年 要赚50块钱左右 嗯 所以怎么算 现在600块 其实500多块 真的不贵 是 所以就波段来说 还有大空间 嗯 但就短线来说 因为涨一倍上来嘛 嗯 让它先整理一下 后面要发动再来说 嗯 那反倒是秦城部分 最近开始做一个 落后的补涨 嗯 因为人家银帮 这一波拉回收症相对少 对 那秦城是从248打到188 一下子也跌60块钱下去 对 但其实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一些投信在结账 嗯 所以卖了大概4000多张 嗯 那卖完呢 昨天投信开始做回补 回补71张 是 其实我就像我说的嘛 投信有时候就是一窝蜂 嗯 买的时候也一窝蜂 大家一起看 卖的时候呢 就觉得我不能砍输你 如果你先卖 那我砍输你 我的价格就变差 所以说就是 大家互相伤害 是 所以就是人采人的互相结账 嗯 所以呢 跌的速度也很快 那卖完就涨 是 所以昨天涨停板 投信也才回补71张就涨停了 嗯哼 今天又持续的涨 嗯 那今天股价已经回升到224.5 嗯 188涨到224.5 涨了不少 对 快40块了 但是我认为它还没涨完 哦 它有机会V转上去 嗯 因为就像我说 它法说有提到说 第三季的营收 嗯 至少持平或者小增 是 那那就是 这就看公司 估的准不准吗 嗯 如果公司说的 它可以做得到 我们就做到最保守的 只是持平好了 嗯哼 那你就很好抓 9月份营收的 嗯 那你把第二季的营收 扣掉7月份 8月份的营收 就得到9月份 至少的数字 嗯 我抓了一下 大概10.6亿 是 那比 8月份的7.7亿 会增加大概37% 嗯 那如果小增的话 那个成长可能就到四成嘛 嗯 所以 因为Dale的部分 9月拉货 其他的PC厂的客户 9月份陆续都要拉货了 嗯 所以营收从9月份 跳上去回到十几亿 过去的营收高铁 买到十几亿嘛 所以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嗯 所以呢 可预见的营收 将它大幅度拉高 股价却从248 跌到188 所以我就说 这个就是 你就可以买了啦 嗯 那很快的 188 现在涨回到 对 200 今天是224.5了嘛 嗯 最高在224.5 其实高点也差20来块嘛 是 你真的要涨两天 就可以过高了啦 嗯 所以这个情城部分 我认为 已经开始做一个 合理的一个反应 它业绩的一个 后续的表现 嗯 然后光通讯部分呢 也连涨三天 今天第三天 震荡就有比较大 是 那光通讯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呢 它同时有AI带动 高速传速的需求 嗯 那高速传输部分 也不只是AI啦 包含什么 伺服器啦 手机啦 什么东西 它传输速度越来越快 嗯 那同时又有 美国基建的三个题材 所以股价今天除了 华星光 比较可怜 嗯 昨天法说 对 今天跌停 那又讲的比较保守 是 所以股价就跌停板 其实最近很多公司法说 嗯 只要稍微讲保守一点 股价就跌停板 反应这么激烈 对就是市场其实对于很多公司 嗯 它的期待值很高 哦 但是你要知道说 嗯 华星光他就说 因为他有跟客户签一些保密协议 是 所以很多东西他是不能说的 嗯 嗯 所以客户期待 上次公司讲很多 对 但就像台积电 他也从来不针对个别客户 讲得太清楚 嗯 他只会给你就说 哦 那什么产业会好 什么产业不好 那 呃 裁测的预期嘛 嗯 所以大家对于就是这些公司的说法 嗯 的期待都很高 是 但是呢 华星光昨天有讲的 比较保守一点 嗯 委婉一点保守一点 也没有讲太明白 嗯 所以今天股价就跌停板了 嗯 但是我预期华星光 九月份零收应该是很好很好 是 所以呃 跌下来有机会做反弹 嗯 但是可能即便是反弹 因为筹码乱掉了 股价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是 所以可以看其他的 比如说 呃 上全啊 波罗位啊 前顶 今天股价都创波段新高之后 才出现一个大震荡的走势 嗯 那上全其实今年的获利表现都不好 嗯 但是因为 台电未来的一个新的封装技术 会导入叫一个CPO的啊 一个呃 这个新的技术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把啊 用电子的传输变成用光学的传输 所以有人说这叫细光的技术啊 那真正跟台积电合作的 其实就只有上全这家公司 嗯 所以即便是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都很烂 但这波股价非常强势 就是因为他未来是台积电的技术合作伙伴 也是他的供应商 嗯 所以股价就表现非常强势 但是因为现阶段的营收 还没真的贡献进来 嗯 所以每个月营收的表现其实都不好 嗯 就是你自己手脚要快啦 是 不是不会涨 因为后面真的有利多 懂 但就是你现阶段的数字还不好嘛 嗯 所以每到公布营收跟财报的时候 那可能就有拉回的压力 嗯 所以操作上自己手脚要快一点 像这种就是比较难以掌握的话 投资人还是跟着老师比较安心一点 那那当然因为我的手脚一定比你们快 对 所以跟着我们操作当然会有 会比较安心一点 会有比较有效率 比较能掌握这个节奏啦 好那观众新闻部分我倒是认为就是说 那波罗威的部分这边可以密切来做留意 好 那今天是冲上去之后 嗯 再打下来 那这个有回档我认为都不错啦 嗯 因为那他今年 呃估计就可以赚大概七块钱 是 跟今年上去没有什么赚钱 其实有蛮大的差异 而且他今年的获利其实 就现阶段获利其实是不输给华星光的 嗯 那 波罗威的老板跟上权又是同老板 所以在产品技术上常常都有合作 嗯 所以当未来波罗威跟台积电合作下一代CPU的新产品的时候 嗯 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原件啊什么东西 嗯 会跟波罗威一起合作来做一个生产出户 嗯 嗯 所以未来他也会是CPU的概念股哦 嗯 而且他的营收是连续六个月的正成长 是 9月份估计旺季营收会成长的更快就跟华星光雷同 是 那明年估计可以赚超过八块钱 同样的有AI有高速传输 嗯 甚至有台电CPU的这个新的这个概念哦 是 我认为抓二十倍是很合理的 嗯 所以就说如果明年赚八块成二十倍的话 那股价空间目前一百出头 嗯 这也超过五六成的空间 嗯 所以我认为就数字来说我比较喜欢有数字的股票 是 同样都是光通讯 嗯 华星光可能筹码乱掉 对 他需要时间整理 即便九月份你说我认为相当乐观 嗯 但就数字来说的话波罗威数字看起来更好 嗯 而且筹码更好 而且题材更新 嗯 所以这个会是光通讯现阶段 我认为是最佳的标底 嗯 那另外记忆体的部分呢 最近我昨天就说明确落底的讯陶已经出现了 嗯 最近不只是低论听说已经涨价了 是 Namfresh也涨价 嗯 那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消息说 Namfresh Control IC目前也传出缺货 所以今天呢 爱普大涨 昨天我们就有跟大家聊到爱普 嗯 对 营收 今年一月份只有两亿 嗯 到七月八月就已经来到四亿上下了 嗯 所以其实营收不只是落底 而且已经升了一倍上癌了 是 那存货调整都差不多了 那整个需求回升 低润报价了一个走扬 嗯 那第九月份跟第四期之后 业绩会越来越好 所以今天盘中股价最高来到372.5元 嗯 也一度涨了超过7% 哇 所以其实 大涨 昨天我们就有跟大家聊 有 节目中就有先公开讲 不是说今天涨 才跟你说爱普有多好多好 对 其实昨天我们就提醒大家就说 积极这一块你要密切注意 可以注意 最近整个业界传出的声音都是正向 法轮都已经开始在看了 是 然后除了Nemperial Control IC的 比如说群联今天也涨了7.3% 嗯 点区最高甚至涨了9% 是 虽然说盘中都有一些卖压 把股价压了一些下去 嗯 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量真的表态 嗯 那产业的 谷底到了 是 那报价往上 嗯 那往往股价涨的速度就会很快 那报价金浩科今天也涨了大概4.7%左右 嗯 所以之前除了买爱普之外 刚提到的群联啊 点序爱普啊 金浩科啊 等等 嗯 这中间还有一档 下半年投片要大增100%的公司 一倍耶 哇 就藏在这里 我先不说是哪一档 嗯 因为这是我们准备要买的标的 下礼拜要买的 哇 今天礼拜五哦 赶快跟上来 所以我这边我就先 嗯 卖个关子 是 下礼拜要买的时候 哦 那再来考虑什么时候来做一个公开 嗯 好 跟上来跟上来 那设计股的部分 爱设计部分 明年我认为通家 最被看好 是因为它明年投片量会大增大概200% 是 那目前尾盘又涨到73块6 离昨天高点只差四毛钱 看来随时都要过高 是 那主要就是因为我说AI的转单嘛 嗯 然后去中化嘛 是 所以去中化订单就从中国转来台湾 嗯 AI的转单订单又从美国转来台湾 是左右逢源 台厂就真的跟当初的被动银件股一样 只是会非常的爽 是 所以明年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一年 嗯 然后景气也回升了嘛 那库存也调整到低点了 然后通家的营收连续七个月成长 八月份营收 已经翻为年年度的年成长是翻正了 是 所以这个很明确的景气落底股价后面大有可为 如果明年可以赚七到八块钱的话 乘以二十倍 你去算的空间是不是也超过一倍 嗯 没错 那今天包含JRIC的连勇西创瑞鼎 那股价都不错 是 ETF天天买 嗯 第三季营收毛利益都看神 是 所以这个都是第四季 我认为都相当不错的标的 好 然后再半个月之后就会进入十月份 就是第四季 市场会开始炒作作梦行情 是 所以我就说作梦行情我们锁定六个区块 包含AI IC设计 充电桩 UPS 高速传速 先硬封桩 目前六个方向 先锁定这六个方向 那我就说九月买股 准备十月大赚 哇 老师那现在就是要先把我们的持股先整理好了 对 你想买新的标的的 要 你可以打来 对 如果说你想了解持股该怎么调整的 是 有任何持股问题 留言正义 我帮你看看你的持股 好 谢谢老师 大行情要来了 务必来把握 赶紧先打电话 再说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杰米达 拜拜 听众朋友 大行情要来了 赶紧跟着股市达人郑瑞宗郑老师来冲这一波 现在你就可以先拨打这支专线 022362-8000 022362-8000 把你手上的持股准备好 郑瑞宗郑老师亲自帮你做持股的见解 只要电话打进来 告诉我加一 或者是要跟上郑老师锁定的好股票 都欢迎你拨打这支专线 022362-8000 标股在标的时候要先坐在起涨点 否则你就只能看着别人赚钱回不去了 准备好你的资金 也准备好你手上的个股 调整持股的时机就是现在 你也可以加入郑瑞宗郑老师的line 在line上留下加一 请老师来帮你看看你手上的持股 哪些可以继续续报 哪些可以太弱换墙 再来是赶紧跟上这一波的大行情 最快的方式直接拨打这支专线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